蓝白河谈判虽然陷入僵局 不过在区域民代部分 柯文哲说可以先跟国民党谈谈 没有说不能帮忙复选 要在扑朔迷离的蓝白僵局里 稳住自身选情 难营基层人士来者不拒 我想对那些小季来讲 他只是希望他自己可以赢 即便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部分 蓝白阵营依旧没共识 但在区域民代的选举上 双方有合作空间 好朋友们愿意来帮我们站台 帮我们支持 我们一定都是双手拥抱的 到时候党中央应该还是要有一个 一致性的规定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致性的规定的话 那到时候一定是一片混乱 我欢迎柯文哲 欢迎任何愿意帮我站台的人 大家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政党轮替 不能够再让民进党过半了 蓝营基层人士希望蓝白能够合作 特别是明代选举上可以先行合作 头阵营已经展现出相当大的诚意跟善意 如果完全排除我们的提案 没有任何责中的可能性 我们难以接受 当然这样的责任 就要由民众党来担起 国民党中央也发布声明 呼吁各方应该避免 以放话代替对话 政党轮替是蓝白共识 更是一定要达成的目标 相关问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时事评论员 董志森 董先生您好 蓝白河陷入僵局 但对于2024明代选举 柯文哲认为可以先谈 那柯文哲在盘算什么 蓝白河唯一解不开的结 就是随政随负 这个领导人 那其实不管政策或明代那些 其实都不是问题 柯文哲以托待变 简单讲 他觉得如果现在 谈领导人随政随负的话 既然谈不下去 他就说我们来谈明代 明代其实没什么好谈 为什么 因为民众党啊 根本提不出人 你提不出人 你要跟人家来做对等 所以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好谈的空间 他只是要再丢一个球给国民党 民众党可能有他的考虑说 他怕被国民党给吃掉 那国民党认为说 你现在用的方式 前民调会被民进党干扰 各位朋友 你只要想一个问题 台湾任何的民调 民进党的赖清德 都获得35%到40%之间 那如果做前民调 柯文哲跟侯友在做民调 这35%到40%之间的 胜利台独票 他们会去干扰这场选举 那他们比较会投给谁 比较会投给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觉得说 只要做前民调 我一定赢你 因为民进党会灌票给我 就道理就在这里嘛 那所以国民党会怕 那如果这场选举的民调是被污染 那柯文哲期待活有余 代表蓝白盒参选 柯文哲还是选不上 因为那个数据是假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家步步为营 这就是蓝白盒现在 困在里面的一个原因 那他们可以讲 蓝白都违背了台湾的主流民意 因为主流民意65% 都希望下架民进党 那大家是不是想方设法 各退让自己所能退让的 这个才有办法再继续谈下去 好的感谢董先生的点评 来标这和 拎李宗盛